上期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1952年4月份 在甄别之前 美国和中国都预估 也都希望能够回大陆的战俘越多越好 这样能够促成尽早的停战 所以美方在甄别的时候 询问战俘的这个问题清单上 不但没有台湾的选项 而且七个问题 每一个都会给战俘造成极大的压力 在甄别的前两天 他们又在战俘营反复广播中方的声明 用来打消那些身上曾经有赤字 或者写过血书的人的顾虑 这个声明里说 我们深知他们的行为绝非出于自愿 不应该由他们负责 我们完全欢迎所有的衛服人员 回到祖国的怀抱 过和平的生活 警备队的队长 李大安为首的一些反共的战俘 他组织了全体来唱歌 敲锣打鼓 用噪音来阻碍这种广播 但是两天之中的反复广播 大部分的战俘都已经清楚 自己将要有一个选择 所以蒋瑞普说 他在当天晚上 用手指在虚公渡的腿上写 好了 意思是他可以回家了 虚公渡用手指给他写 糟了 他画了一个问号 对方回复 生死 这意味着 比他年长几岁的虚公渡很清楚 到了这个时候 就到了生死关头 他把抓了一把东西 看看 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讲 不知道 告诉你 这是引诱 你们谁要再陪伴我 你小心我这一刀 当夜流程检是住在86号营 相对和平 但他还是听到了 72号营到底发生了什么 记录当中说他什么 挖人的心脏 甚至吃人肉 这个也是有 这个我听他们提神讲 是真有这回事 不是假的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在很久之前 就看到大陆出版的一本书 叫做考验 那当中有一个细节 说回国的战俘叫林学浦 被李大安抛腹挖心 在就议之前高喊毛主席万岁 这个细节因为 确实过于惊悚 将让这种行文风格 我曾经担心 它是过度的宣传 直到 我看到长城去了台湾的宜兰 找到了一位战俘 他是当时现场的目击者 接着就 把子挖了 挖了三年轻的门声 最后别人要拿 要拿辣椒免 跟他护上也没听 最后要拿一个金币 拿着长刀子 那没长的刀子 他就开始叫 叫毛主席万岁 叫毛主席万岁 让你捅他两刀捅死 那天晚上杀好多人 杀了 他是嘴 把他杀了以后 就把长风的草叙拿起 就这样挖着成绩 把他买在这几下 上面在铺都在试一下 就林学浦啊 这是我亲眼见的 听了江先生这段证词 我才理解 为什么第二天一早 72号营所有的战俘 排着队 在去往甄别现场的路上 经过这个火房 外面的垃圾堆的时候 看到了三具遗体 而林学浦的这个身体上 全部都是土 眼睛里 鼻子里 包括嘴里 全部含的都是土 是因为李大安 曾经要遮掩他的暴行 但在第二天 他决定 要把他公住一室 用来恐吓他人 他们都是被殴打 然后衣服也被扒下 进到这个垃圾堆里 但这里呢 就其中一位 就是这个四川大学的大学生 林学浦 他是一个英文系的学生 但是这个翻译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 他的这个腹腔 这里很大一个伤口 很大一个伤口 然后这个肋骨 这里应该是被 有一个伤口被捅穿的 但他的胳膊 这里呢 很多的土 但是像这是血迹 和泥巴混在一起 是他的身上的刺字 被刀片里割下来 留下了伤口 然后他的嘴里 很多的泥巴 他已经被打得 鼻孔流血 对 他就是4月8号晚上 4月9号凌晨 在72号战斗 被打死的 我看了这份美方的 尸检报告 他提到了林学浦 在胸口和腹部的 两处贯穿上 但是并没有提到 他是否失去内脏 所以没有办法证实 那个关于 挖去心脏的传闻 但几乎所有的战斗 都听到这个说法 而且很多人声称 他们见过吃人肉的现场 这类细节 因为太原始 野蛮 我一直心存疑虑 直到看到 有一位当事人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公开承认了这件事 有的 吃了吃了 吃吃了 他要回去大陆 结果我们拿着 到处给他裹掉 我讲个笑话给你听 这个裹一块下 怎么一小块 我都把他丢在吃掉 我就说 恨人 我要吃你的肉 这位政府脸上的表情 让我想起刘春简的话 他说 战斗营有一场 小型的国共内战 这样的仇恨 不是普通的私人恩怨 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对立 造成的斗争结果 所以 我曾经以为林学浦是 共产党员 或者红色家庭子弟 但我没有想到 在来朝鲜之前 他连军人都不是 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 报名来抗美援朝的志愿者 他的父亲 是国民党 原乐山党部的书记 林学浦 或者张达 这都是国军的 而且是干部的子弟出身 对吧 结束了很好 对 中共跟国民党 展现了完全不同的风貌 中共有纪律 又有理想 又有组织 也非常能力干 但是国民党 确实是什么腐败 也腐朽 没有这种感召力 中共确实就是一种 新生的力量 但是后来 划算政治运动 今天有后见之明 可以讲 但是当时谁也不知道 所以这些人 他没有经历过国军 没当过国军 就是年轻的知识纪念 他们从去 他也不了解中共的历史 所以反倒在战福音里面 很多很坚强的 一定要回国的 回大陆的 都是这些年轻的知识 知识纪念 长城的这个结论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所以我查了一下 在战福音当中 坚持要求回国的 几个代表人物的背景资料 林学浦 他是四川大学的 外语系学生 跟他同时遇难的杨文华 是黄埔军校 第二十三期的毕业生 最早在战福音成立 爱国主义小组的 张泽石 他是清华大学 物理系学生 而最早加入 这个小组的蒋瑞浦 是中国人民革命 华北大学学生 在这没当天 他也差点被打死 他说李大安 迫害最深的是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 因为多数人 会在饥饿和棍棒之下服从 但知识阶层 会公开表达 对于特权和不公的不满 而且这几个人 都有英文能力 他们掌握的信息 足以威胁到李大安的统治 他执行的是一种 很高压的政策 比如说 50个人住在一个帐篷 这是一个小队 那小队之间 是严禁互相说话的 住在帐篷里面的人的交谈 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或者是被监听 江先生说 战福音当中 绝大部分人是文盲 或者半文盲 他们不理解 也不相信 任务的公约 他们认为 被外国人俘虏之后 命运应该多半就是 被送到蛮荒之地去当奴工 或者被杀掉 这种情形下 他们会更倾向于 去台湾至少生存 而这些接受过教育的人 他们能看得懂 也能够理解 什么叫任务的公约 你可以看 回国的这帮人 这些小知识分子 就像我们这个二十来岁 受过这么初中高中教育的 甚至于有个别的 大学教育的人 占的比例是很大的 这些个知识分子 他有一个取向 他知道将来要交换 有这个取向 交换要交 可能要交换战俘的 那么他 我这脚要踩到哪呢 我要踩到回国的这道路上 他说战俘营当中 多数懂英文的人 都选择了回国 以至于造成反共战俘营 出现了翻译谎 但很多战俘中的共产党员 反而劝他们不要回去 就像你说的这个王 就是张一福 他就 他经过那些个 整风啊 三整三查啊 经过这些运动的话 他就知道 在共产党内部清查起来 是很残酷的 他们明白这些东西 实际上呢 他就宣传了以后 这个什么 现在回去没事 过几年查你们 以后日子不好过 实际上是这样 这是真 日子都不好 当时你没想到 当时我们这些年轻 没有想到 我查了一下 将近人说的张一福是谁 这个人是解放军的联级干部 在1945年就参加了 中共临分旅 随军征战多年 他去台湾之后 在回忆录中写过 说我是一个老党员 我很清楚 如果我回大陆 我就是叛徒 我有好过 选择去台湾的 一万四千人当中 有将近三分之一 是共产党员 或者共青团员 为什么老红军都旁边 愿意就在吃 曾经都有一个老红军 来跟他做工作 太行动了 不 老孙啊 我们是个老红军 老干部 老党员 毕业服务了 要回去 后半被人家难过 因为是老党员 他晓得 我们都不晓得 老红军做工作的动员力 有时候比暴力更强 在厄运当中 曾经记录过 战福音当中流传的一句话 叫 不怕挨李大安的打 就怕听谭新东的课 谭新东我们上集提到过 这个人曾经在 解放军就是宣传干部 对士兵的出身和党史 都了如指掌 曾经在讲课的时候 他指着林学浦 这几个国军的子弟说 你们在这里闹斗争 挨打 送命 现在共产党 正在革你们父母的命 他们正在成为斗争对象 被残酷镇压 你们想过没有 林学浦回到帐篷之后 跟他的伙伴抱头痛哭 但他还是决定要回国 因为他父亲本人 就支持他来参加 抗美援朝的战争 只是在没有信息 和通讯自由的战俘营 他并不知道 在毛泽东发布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 入朝作战的命令 两天之后 中共中央发出 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就在22岁的林学浦 在72号战俘营 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而就议的时候 他的父亲林乔根 因为中统特务的罪名 在国内被枪毙 林学浦和李大安 大概可以代表 这个战俘营当中的两极 理念和人性的两极 但是 对于战俘营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 在被一个铁丝网圈起来的世界里 大多数人能遵循的只有危机当中的生存本能 那就是往人群多的地方去 监管者原本应该是维护秩序的权威 但是从这张照片来看 当林学浦和同伴的遗体 在白天被公开抛弃在每个人都途经的场合 囚徒们看到的不光是同类的死亡 他们还看到了更可怕的事情 就是制造这样的死亡 是可以没有后果的 那美国人作为监管者 他不知道吗 给他有什么相干 他管你啊 那这些人的尸体就在外面放着呀 是啊 那有没有掉战俘营 很简单 拿去摆掉的 把这个弗洛卡片 抽掉就行了 就是说这个人没有了 还是说他逃亡了 我后来向长城核实 其实美方战俘营当时对林学浦的死亡 是有调查报告的 这份调查报告很简单 他们采访了20多个人 但是对于凶手或者凶手们 只有一个词 就是未知 刘春简当时是在86营 他说他没有目睹过任何暴力 但这只是因为 他所在的营的暴力发生的更隐蔽 这个是事后 战俘营管理者拍摄的照片 在甄别当天出现的两位刺杀者 伪造这样的自杀现场 是战俘营当中通常使用的谋杀手段 但是 我在事后的调查报告中 摘要里面我只看到了这两句话 人是自杀的吗 是的 结论 没有发现违规行为 所以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曼哈德 曾经在甄别之后进行过调查 他认为 在甄别的前夜和过程中 联军的警卫都缺乏对于战俘营内部的控制 所有战俘的人事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从事检报告看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人是被害的 后来有调查 但是这种调查不出来 根本调查不出来 因为 他们都是反共的 控制在一起的 他互相 就只认半天 最后什么也没有调查出来 没有人被抓 他们应该知道为什么没有劝阻 他们没有办法劝阻 因为每天在晚上 因为他们白天只能进去两个人 如果他怎么劝阻 比如说一万个人都总整起来了 他们要做什么事 你怎么劝阻 在4月8号、9号这两天 只甄别了一万七千人左右 但是已经出现了超过一万四千人拒绝遣法 这个数字 对联军的谈判代表来说 是极为震惊的 他们紧急开会 招来在甄别现场出现的联军翻译询问情况 这位翻译告诉他们 甄别的结果不能够反映战府的真实意愿 他说 在所有的问题清单上 没有任何关于台湾的选项 但是很多战府 不论你问他任何问题 他嘴里面只重复一句话 去台湾 去台湾 而他本人的观察 这不是一种自愿选择 而是恐惧之下的反应 所以他建议重新甄别 他的判断是 如果把干部隔离开 在对战府进行六个星期的再教育 重新甄别之后 有可能把选择回大陆的人数 从15%提升到85% 在4月13号 联军司令李奇威命令军方准备再次甄别 但是开会之后 范弗利特将军说 重新甄别将是徒劳的 不光没有足够的设施和人手 而且重新甄别 势必会引发流血反应 就这样 李奇威放弃了 在4月19号 谈判桌上 那位曾经预言会有88%战俘 将被遣返的联军代表 希克曼 拿出了数字 将遣返中朝战俘7万人 其中中国战俘5100人 中国谈判代表柴承文惊呆了 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但实际上 美国人秘密进行了第二次甄别 就在4月19号 谈判的当天 他们把这14000名战俘 送往济州到市 进行了突袭式的甄别 可能他们希望 人在从原有的旧环境当中 突然被摆脱出来的时候 能够恢复自己的自由意志 但结果 只有415名战俘 改变了主意 回大陆 最后他们可能意识到了 自愿选择 不是简单的给一个人 一个瞬间 而是必须提供一个 支撑这个瞬间的 整个系统 如果把一群 没有任何知情 参与 监督 表达权力的人 放在一个 完全封闭 隔绝的环境中 被高压政策控制 被流血威慑 在不可能避免 恐惧和匮乏的环境中 去做这样的选择 恐怕结果 将是一场可怕的人性实验 所以国务院的曼哈德 在甄别之后 曾经去战斐营进行调查 他提出了 重新甄别需要9个前提 但我们简单的看一眼 就会知道 任何一个前提 都意味着 要重建和更新 整个战斧营的管理体系 马克特自己承认 在当时的条件下 绝无现实可能 杜鲁门做出 自愿遣返原则 绝不可动摇的时候 他几乎是在完全不了解 战斧营的复杂状况下 做出了一个坚定 但非常简单的选择 在甄别之后 反共战斧营和亲共战斧营 被彻底的隔离开了 在各自的小岛上 在一个短暂的时期 他们好像得到了暂时的和平 他们种菜 养猪 美军说有的时候 他们会挖地道 去北朝鲜的 人民军女战斧的营地 而亲共的战斧营 看上去跟美军相守的也还不错 每天的粪桶要倒到海边去 倒了洗干净了 那个粪桶要带回来 那么美国民押送 这边我们这些台湾们就 就说咱们唱歌 就唱走 跟着毛泽东走 这个美国民也 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们也跟着喊 跟着毛泽东走 就跟着我们一会儿唱 哇我们心里都高兴了 他们很天真 张泽石是清华物理系的学生 他在战斧营当翻译的时候 拒绝了主管提出要 送他去美国读书的提议 说因为他的未婚妻在等他 这是真的 这是很多人选择回国的动机 就包括林学浦本人 他曾经跟同在一个营地的 杨树枝说过 他这么想回国 是很想念他在川大的女朋友 春天的岛上终于有了歌声 很多人渴望能够从此远离 政治暴力和斗争 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入约 在4月18号 分家一开始 回国战俘营就建立了 共产主义团结会 原先匿名的干部们站了出来 按照自己的级别担任职务 其他所有组织一律停止 豪格兄弟会被定义为 反动组织 在营内立起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像 展开了鸽子运动 当干部们在日本货轮上 意外地发现了解放日报上 国内正在展开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 他们立刻发起了战俘营的三反运动 反妥协 反叛变 反右倾动摇 想改变主意 离开这个战俘营的人 就被视为叛徒 李汉杰 他那时候明明表示要去台湾 但是他就不愿意在这个 跟我们这块待着 并且有这个取向跟别人说 他是厌恶斗争吗 可能是厌恶斗争 害怕斗争以后 有些人们伤亡 当时我们最怕的就是这个 因为他我们里面层层领导 组织的很严密的 但是这个对外是不公布的 他来了以后 他把这些领导认出去以后呢 里面的 就是所谓的管理啊 要会松弛的 给我们造成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绝不能要 想法要人跑出去 要跑的这个迹象的话呢 我们就要除掉了 咋个能来 就把人们等到晚上睡着 就拉个马屋坛 方法都能那里无事 最后写一封决明书 装到身上 我想我的主轨 我想我的家乡 我受不了这个 这个美国国籍的留待 受不了国民 反正在这陪害 这个给他装在身上 当年9月 就有5起自杀记录 战福音对此的调查 也同样无疾而终 在回国之后 向上级汇报的材料当中 战福音的负责人声称 处死了17名叛徒 或者嫌疑人 亲公的他们自己本身 还不是这样整人 还不是把人杀了 或买什么东西的 还没有说 真正来发理说 战俘拿有权力去杀人 还不是一样吗 这也是我不太能够理解的地方 就是按理说 真叠完已经分开了 已经要准备回去 战争都要结束了 对啊 还要杀人不得选 是啊就是啊 他有的那种 就是有些后悔啊 不想回去啊 有的人想回去啊 就是问题就是这个地方 那你就让他自由地选了 既然是志愿减法 美国人是这样讲的 但是里面那些管理的 就比如说在亲公的 他说他没有面子啊 他把他宰掉了 就这样子啊 里面很乱的 道德都不存在了 就是光有离害关系 没有都去过政治以外 就是权力 作家于晋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曾经采访了 将近一百位 回国的战俘 在他书中描述了 有的时候 斗争别人的人 会在一夜之间 成为斗争的受害者 他写到 一位战俘侯其父 是原来的斗争骨干 但是在长期紧张中 精神崩溃 斗争一残酷 他就跪下 哀求别人不要杀他 为了防止这样的人 叛变之后 只认他人 他的战友们 最终裁决 用石灰粉 弄瞎他的眼睛 之后 把他带回了祖国 侯其父医生 没有能够得到 去军事法庭申诉的机会 他唯一能够诉诸的公证 就是整日 站在村口 那棵树底下 咒骂那些 害了他一辈子的人 我看到过有美国人 也写过这样的疑问和反思 就是你给如此大数量的一群 他们既没有接受的民主训练 他也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一群人 你给他自由选择 他们的战兵的司令 Botner 白德诺将军 他战后的一个反思 他就说 要给这些完全没有民主经验的人 让他们做出自由的选择 而他们实际上是被关在我们的战队里 关在我们的监狱里 他不可能做出真正的自由的选择 他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实际上是虚伪 因为战后的分界线 此时早就已经划好了 双方并没有分歧 美国和北朝鲜 都想拖出泥潭 在7月13号 美方提出了中朝战俘遣返的最后大概数字 83000人 其中志愿军战俘是6400人 这个数字比起三个月前来 多出了1000多人 当时李克农乔冠华领导的 中国谈判代表团 曾经倾向于接受 因为他们认为 联军不可能再在数字中再吵架还架 谈下去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但两天之后 他们接到了毛泽东的指示 说不能接受敌人的方案 因为朝鲜人民军战俘 当中80%的人选择了遣返 但志愿金只有30%左右要回国 他认为这是一种挑拨性的 引诱性的方案 仗要继续打下去 这个时候战俘营的战俘们 通过出公差的时候偷的报纸 看到了板门店谈判陷入僵局 他们决定升级斗争 这是一个自杀性人物 所以战俘组织的是赶死队 他们决定要在十一升旗当天的时候 杀死美军军官 这个赶死队的口号就是 在斗争中洗血耻辱 在耻辱中争取光荣 共团会把升旗斗争当中 如果出现畏缩不前 动摇恐惧者 是以战场上临阵脱逃来论处的 于静在厄运中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 有一位上海战俘说 他讨厌斗争 写纸条扔到铁丝往外面去 想要离开 但他被活埋 书中写 历层之下 还没死的生命含糊地呜呜苦喊 挣扎拱动 五名纠察队员被声音吓住了 他们跳上那堆新土 狠狠地踩 最后每个人往那块微微拱动的松土上 撒了一泡尿 直到他不在动弹为止 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必须得斗争 必须跟美国人斗 才可以争取回国的机会 美国人为什么不直接告知他们呢 这件事情已成 结果已经摆在台面上了不是吗 最后 协议没签下来之前 他们做任何的承诺 上都是会有问题的 所以没有人敢向他们接着任何承诺 那这几方都是在 黑眼当中 对啊 都是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各方都在做出各种 这种涉及生命的 生命危险的决定 但是他们信息的来源都是很有限的 这是在黑暗中做出生命的决定 所以很多人做出被无谓的牺牲掉 美方看守从一位装病逃避斗争的战俘口中 知道了这次计划 他们警告 如果升起就要镇压 但共团会领导答复说 就算镇压我们也要升 双方都清楚 这将是一次武装冲突 这是升起当天战俘自制的武器 他们还准备了大量的石头 挖了战壕 因为它有产生问题 因为它们有大量产生 人都会运行 过来的 有这些警团 跟随便议 你觉得他们有反正弄 打你 但是我的系列 我的团队 我好想到 然后我去那里 结束 我就看出他的 十一鬥爭,發展流血時間,就沒有這個必要 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了,但收穫沒得 生氣鬥爭的結果是56個人遇難,數十人受重傷 其中一個人叫蔡德隆 多年之後當長成在山西見到她的時候 她癱瘓在床上,只能靠別人拉才能夠坐起來 但蔡德隆一生沒有平上殘疾軍人 因為她是戰俘,所以她被開除了軍紀 因為她是戰俘,所以在戰俘院裡發生的一切鬥爭 都不能算攻擊 長成後來在美國國家大案館找到了 在升級鬥爭當天她的受傷證明 準備寄給她,在這時蔡德隆去世 在那場鬥爭中,所有主要的幹部都安全無恙 當時她們的領袖應該是姓趙 然後她說過一段話說 我們除了死傷了一百多人之外 沒有任何犧牲 然後你說她的話就讓你相信斯大林的話 當然這時候斯大林就問周恩蘭在莫斯科會見周恩蘭 她說是不是朝鮮人 是不是現在不想打了 周恩蘭就說朝鮮人 她確實是她們覺得應該可以在戰俘院上妥協 所以斯大林說毛澤東是對的 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受犧牲以外 沒有輸掉任何東西 這一樣的說法 除了死人之外 什麼都沒失去 就是要打 像這也是跟毛澤東說的一樣 就是7月15號 他說我們唯一的犧牲 我們害處只有一條 就是朝鮮人民和中國志願軍繼續遭受損失 就繼續犧牲 我們就是死人嗎 還有什麼害怕的呢 戰斧營的消息傳到板門店之後 中朝談判代表團正式提出抗議 一週之後談判破裂 六天之後 美國人展開了攤牌行動 就是著名的上甘嶺戰役 雙方傷亡3萬人 此後戰爭又持續了半年 後半場真的是為戰斧而打嗎 但並不是說他們就是愛戰毒 或者關心戰毒的福祉 是因為他們雙方政府的這個聲譽 都跟這個政策聯繫在一起 而對美國來說是資源遣返的原則 它不可能再後退 對中國政府來說 有太多的政府去台灣 對中國政府來說是一種羞辱 所以說他覺得自己退無口退 這個爭的後果是什麼 或者說代價是什麼 美金45%的傷亡 包括14966人死亡 都發生在後面 就邊打邊談這兩邊 美國人為了給一個中國戰服 去台灣的自由 所謂的自由 或者說給他這個選擇避難的 什麼政治庇護 就有一個美國大兵為此 而犧牲 同樣的後面兩年 至少有9萬志願軍陣亡 那就是為了阻止一個中國戰服去台灣 差不多就有6個志願軍 暫時為此而犧牲 而在戰爭的後半段 在空襲階段 至少有14萬朝鮮人 因為空襲 光是因為空襲而死亡 那差不多也是為了阻止一個中國戰服去台灣 差不多有10個朝鮮人被美軍轟炸而死 但這樣的等事 是從來沒人提到過的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戰爭後半段的實質 1953年2月7日 毛澤東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宣布 在戰服問題上 絕不退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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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兩萬人的鬍蟳 這不是一兩萬人的鬍蟳的問題 兩個人的鬍蟳啊也要爭 如果我们人口多 一万人丢掉就不要紧 一个人也不能丢掉 世家要把毒救 他们要把毒救 一个月之后 也就是1953年的3月份 斯大林死亡 莫斯科新领导阶层通知周恩来 放弃要求遣返所有中国战俘 4月 凭战谈判恢复 周恩来要求战俘 去中立国接受祖国代表劝述 但是 反共战俘因领导人拒绝 他们声称担心解放军结营 此时美国不得不求助于台湾 6月18号 他们致电讲解时 希望他向战俘发表声明 毒打他们导致了三人死亡 按照伦孙简的说法 这场打架跟国共之争毫无关系 争的只是到台湾之后 未来的权利 到7月27号 停战协议签订 大交换开始 拒绝战俘 拒绝遣返的战俘 被送到了板门店的中立区 由中立国印度部队看管 接受中国代表90天的解释 但结果 是只有15%的人接受了解释 只有不到150个人 寻求遣返 花了那么多时间 争取来的这个解释的机会 为什么到后来没有继续下去啊 那个说起来 说得好笑 也会胡闹 一进去 有的人嘛 你跟他讲话 就是他还客客气气 有的人上去 把你坐着给你摆掉 就这大桌子就撒过去了 你想他敢再问吗 谁那么傻瓜 敢再问呢 真的是 说他问了三天 再不敢问下去 危险的结果 说不定他会死人 1954年1月20日 所有战俘从营房中走出 间隔10米 在印度士兵的监督下 面临他们的最后一次选择 回大陆 去台湾 或去第三国 14220人前往台湾 70人选择前往中国大陆 而在权力之战中落败的成立人 和其他11位中国战俘 远走中立国 日后 他成了阿根廷著名的主宝商 在台湾 成为国民党高层的座上宾 在大陆 被省委书帝接接 而战俘当中最坚定 最早想去台湾的200多人 却没能去城 包括李达安 他们被美国 8240情报部门争调 空投在了朝鲜 但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从来没跳过伞的 这是极有的洋照片 这些军人他们穿着志愿军的衣服 从夜空中跳下去 跳下去之后他们要走路走回来 如果有美国人掉下去的话 美国人会用直升机去救他们 但这些战俘特工 他们跳下去 必须要靠自己走路走回来 他们受误的训练工作呢 算是非常简陋的 比方在陆地上 用这种简单的架子 练集一下跳伞 基本上是没有人真正跳过伞的 但是那碗公约不是规定 是会用战俘来做情报工作吗 当然不能 就显然是违背那碗公约的 但这就是确实发生了事情 战俘营中最早的反共组织之一 国民党六三支部 25名骨干中有17人被征调 只有7人幸存 这本书几乎是一本死亡名册 对这个情报工作 还是有一定的技术要求 李丹安他原来只是一个 砍车司机对吧 出效文化 我记得是 他怎么会去进入这个工作 他曾经欺负 或者去 去虐待过这些青年军 或者国军军 军校毕业的国军军官 所以他们后来就想出一个方法来 来讲这个李丹安 他们就向美军提议 他说我们战俘营的李丹安的这个同志 他非常的坚决反共 他是最杰出的 我们应该把他们来施展他的报复 然后美国人就真的就战俘营把李丹安调来 调他的小小汉序里 李丹安一来就傻了 这帮人等李丹安来了之后 他们都故意不愿意和李丹安配队 或者搭班 不愿意和李丹安一起出任务 这是很危险的嘛 他们跳到毕童病的山里 但是他一去很快就被抓住了 送回大陆 后来被枪毙了 所以他想到后来是 国共这两方势力共同的公敌 对 他就是做得太过火了 1954年1月20日 在三八线非军事区 刘传简走向了南端 新建的自由门 我能理解您当时那个心意很坚决 但是您有没有考虑过说 家里的这些人 如果你做了这个选择之后 他们会不会受到牵连 我考虑到 咱怎么没考虑到啊 那您去了台湾之后 部队是怎么跟你家里人说 你的下落的 人家怎么会知道呢 共产党都不肯公开 不肯公开这个事情的 一个一直保密的 他需要给你家人一个交代啊 就一个人是生是死的 他说你孩子在什么战场上牺牲了 他家里变得连锁了 还拽得很的 但我爸爸从来没有追问这个事情 中国孩子这么久没有回来 没有 一直含这个军手牌 在这门挂着 在回国途中 七千多人受到了交道欢迎 有礼甚至起草的 高战俘逐中曾经承诺 你们被迫在身上赐了字 但是祖国人民和志愿军全体战友 对你们的痛苦是了解的 对你们的行为是完全原谅的 大家都哭了 我没有哭 我当时想 回来这个 不是那么好 回来以后 你知道解放军的共产党 你要一再 集中营表现怎么样 你要交代啊 一点一点交代啊 不是那么好过关啊 那您心里面对他们回去的人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在厄运这本书中 于尽采访了100名 回国的战俘 他们在仓途 集中开会一年 被要求控诉美帝暴行 交代问题 互相揭发 厄运记录 所有战俘均被认定 辩解泄密 或者为敌服务 当战俘辩解的时候 总是会听到一个问题 那你为什么不死呢 我也是一直 我们跟你说 死还是不死 我一直也纠结这个事 遇到这种情况 我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 我已经没有任务可完成了 不是说只对我什么都完成了 在这个情况下 我应该死应该活的 中程这本书中记录 规管处的负责人宣布 共产党的字典中 没有背负这两个字 你们当俘虏活着回来 就是人民的罪人 是真的有点凶 真的有点凶 背靠背地面对面对面对 他当街级的人争了 背靠背地面 当时 有一个同事啊 对这个问题写信了 就是好像不过人对街级的人 对这个提出抗议的嘛 对 背负五次 挖在狗血里头里 挑尽丝了 在那苦难的地 没有太阳的地方 在衣柜的土地上 为了追求光明 坚持真理 在体人的刺刀下 淋死不去 这首歌是战飞的歌 回国之后 他们唱的时候 却只能这样 捂着脸 抬不起头 写这首歌的人 是张泽石 他日后总是为此愧疚 说是我把他们骗回来的 他的未婚妻离开了他 他连一份掏粪的工作 都得不到 差点死于大饥荒 回到大陆的这位台湾籍战士 陈清斌的妻子 在他被批斗的时候疯了 林摩从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 之后被学校开除 他的命运一直延续到了 所有战俘的数万名子女身上 这是普通的 学生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里也开始普通 甚至有时候 有时候他们有时候 真的拍一个节目都是的 公子也拍一个节目都是的 这样请拿一下 立国可以拿一下 在那里举一手 走 这学校的学生 就这样讽刺你 从反右到文革 每一场斗争 这些战俘都没有落下 他们申诉无门 曾经承诺他们回祖国 去过和平生活的人叫吕慎智 他因为建议保留 归附的党籍军级 遭到严厉批评 这是他日后 达成右派的罪名之一 而这些老兵的军事统帅彭德怀 在文革的时候 作为抗美援朝中 反对毛主席的大野心家 被批斗 1977年 文革结束时 张泽石向中央申诉 他说 在战俘营敌人曾经宣传 你们回大陆去 只会挨斗挨整 一辈子也不得翻身 这竟成了我们 六千人的悲惨现实 到1980年10月 他收到平反文件的时候 27年已经过去了 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份文件 有一位叫李正文的战俘 就在收到文件的钱也自杀了 因为通知他 去谈话的时候 他以为另一场运动要来 还有一位战俘 叫张文荣 他曾经被美国情报部门 正为特工 但在跳伞的最后一刻 炸毁了美军飞机 飞机上的美国军人 阿里森跳伞之后被俘 张文荣被认定为 投案自首的俘虏特务 遣送回家务农 在2000年 他去世之后 家人受到了他的平凡动作 阿里森 在1953年 战俘交换中返回了美国 军方受与他同心寻战 从八十年代起 张自首和一些战俘 就试图推动大陆出台战俘法 保障中国战俘的人生权利 但直到去世 他没有看到这成为现实 而去了台湾的张一福回忆 因为他的共产党背景 有位战俘给他写信 署名难有 这两个字 就引发了一场审查 那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法律 来保障战俘的权利 平等 东方不可能 中军报国 这个概念一直在脑子里 只要你败了以后 你就回来 就不可能再认 你看蒋介石就这样子 你打了败仗了 你投降了再回来 绝对不用你 您觉得你们到台湾之后 台湾当局对你们信任吗 还是半信半疑 我很坦白讲 还不是完全相信我们 我住的地方 郭航博也想把我们赶走 让我们这里面住 我就直接写信 写给郭航博部长 38年最后撤退 待一天晚上 我说我就在陆军关校 结果我睡了一觉起来 总统都撤退到台湾来 把我们甩了 我说我希望你不要再把我们丢掉 不管我们 是啊 我唱了半年的党 是啊 弩朝风白党体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这胡子南的盖皮集团 唱了半年啊 不是一天两天 你在180时的时候 你也唱东方红 对吧 对啊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一个某的东 他为人民母 幸福 火海耀 这什么 我那天怎么唱了 都不放弃了 军队是军队 政治是政治 这两回事 军队是军队 政治是政治 这句话 很多回到大陆的战俘 也在谈 为什么有一万四千人到台湾去 不完全是因为美国人是怎么怎么整我们 很重要的是我们不对自己本身有弱点 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的封建文化思想 那个战不关 就是说中国人几千年的皇权社会的文化叫做 你应当杀身成人舍身去越 为了皇帝去尽忠尽孝 绝对 应当有 要自杀才对 咱们啊 就没有那么六千多人的puter 就没有因为老老 dö x脱子提出来 台湾是足够的一步 对啊 就没人想到 台湾战斧中有人当了律师 商人 在当地成了家 比如说卢慧婷 也就是现在台中市市长 卢秀燕的父亲 也有很多人像刘春姐那样 过了几十年单身生活 她退伍之后 到山上去放羊 好像就是 您这些去台湾的战斧 很多人也都没有结婚 台湾那个时候很难结婚 台湾有句话 那个时候是男多女的少 尤其你还没有钱 你内心会有点难过吗 觉得留到这里 然后在山上放牛羊 不但当了国民党的病 当了国民党的病 还当过俘虏病 我生病都干过了 但没有不能干的了 所以你后悔过当年的那个选择吗 没有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当然前一段是随迫逐流了 那没办法 你只有给你这样的 军长叫我起义 对不对 台长叫我丢枪我就丢枪了 但是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自己有选择自由 和你一起回国的这个 志愿军战俘的五十千人 你有没有听过 他们回来以后 回到后悔他们的选择 还不如当初去台湾 这个可能是 通着他们来的合作 都有这种感叹 这种感叹 但是我没有 我总觉得这个道路啊 只自个选吧 这个命运也 谁也说不上 你会是好运的 很糟糕的运气 我们不过命运差嘛 我们牺牲有多少 最近我得到一个数字 比较准合的 36万 就是这场战争 就是这双方都没有必要 把这些百多万人 战胜在一个战争上面 我看常教授的研究 就是后半段的这个打仗 其实就是为了你们在做的这个谈判 迟迟没有结论 这可是一点 就是为了这样 在战争的演唱一年多 因为不光是美国人死了一万多 后来也死了九万多人 对吧 我写那个东西 我向他们道歉 向他们道谢 说你们死了 就是为我们死的 真是划不来 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因为他们死了不是冤枉 本来这个战争就停止了 不打了 他们就可以回家了 结果就为了我们他们死了 那是为我们死掉的 不是为战争死掉的 不但向他们道歉 我采访刘春简先生的时候 他已经92岁了 跟他写下了一本六万字的自传 在序言中说 期待海峡两岸的领导人 要以和平来解决争端 中华儿女 为战争死亡的人 已经太多了 张泽石多次去台湾 寻找过 当年在战俘营当中 你死我活的斗争对手 但我们在活着的时候 我们这个弟兄之间 把当年那场恩怨 给解除了 内心里面 不想对对方 都不再有任何怨恨 当年那个 我们现在觉得 简直是愚蠢透了 完全是上当了 完全是 双方都上当受骗了 不应该有这样一场斗争 张成在大陆 台湾 美国和阿根廷 访问了100位志愿军战俘 他出版了 《被劫持的战争》的英文版 并且在写作中文版 他说 要把这本书 献给所有志愿军战俘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情感上的一个驱动 希望人们能够 能够体会当时历史的复杂性 还有能够感同身受 这些普通人 当时他们就是年轻人 他们在当时这种战争 革命 这么复杂的情况下 罗赫德关在战互 也挂了两三年 要做出很多 生死攸关的决定 为什么你要强调的说 对这种复杂的历史性事件 当时人的这种理解 假如有一天 我们自己 或者我们的年轻一代 他们遇到 他们为了面对的世界 肯定也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权力他们告诉我们的 往往都不是真相 而是有利于他们自己 利益的部分的真相 或甚至是谎面 那你相信什么呢 战互引力 他们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是得不到资讯 他们看不到任何的 他们没有资讯 没有得到这种事实 或者说facts 很多人就像今天的 任何的政治人物 或政治力量 都会告诉你 很多宏大的理念 或者一些 令人肉血沸腾的 一些说辞 但是我们要静下来 想一想 Show me the evidence Show me the facts 给我看一下事实 刘先生的书叫做 生逢乱世 他们这一代人 出生在战乱中 从抗日战争 到国宫内战 到朝鲜战争 即使是后来的幸存者 一生当中也难有安宁 而还有那么多人 死在了异国 包括那些 为他们选择而战的陌生人 有的人 连捡漏的坟墓都没有 或者被拼掉了 我也只能够借 他们曾经的敌人 对手的尊敬 来给他们一点点 告慰和尊严 愿他们安息 他们分不允潮 他们专入录 他们都有免费 他们召唤 他们都被在战乱中 他们也被招待 Not Es 他们 我们就被招待 职位 他们都被招待 他们被招待 他们被招待 他们自尊敬 他们被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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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认过他,我曾经认过他 我曾经认过他